风轻轻 我听见你 声音 你对着我叮咛 要注意自己的心情 雨雨轻轻 我听见你 声音 你拿着伞靠近 为我遮遮风荡着雨 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林依晨看似是人生赢家 其实在风光背后 林依晨却要担负家庭的重担 在林依晨五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便离开她和妈妈弟弟 高中时妈妈又中风病倒 她被迫一夜长大 十七岁那年就扛起家计 家庭的重担让她倍感压力 二十三岁就写好了遗嘱 林依晨曾经心酸自述 直到我大一拍十八岁的约定 赚了第一笔钱 要跟她讨论财务规划 才知道我们家欠了快五百万台币的债 高三那年 林依晨为了给弟弟买新电脑 参加了台北捷运那一少女选拔 望明信投进油桶的一瞬间 她想的是 这封信可能会改变我的一生吧 情缘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人望天黑了又亮 就在下过雨的地方 爱悄悄发芽 超乎幻想你的肩膀 温暖又宽望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渴望着阳光 花一看就像爱吧 风一吹就奋跑吧 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 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 花一看就像爱吧 成立的之间拥抱我吧 你的流浪 让我也参加好吗 我们一起飞翔 勇敢地说出心里话 不要再犹豫不决 你不了解 幸福也是很忙 林依晨1982年10月29日 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宜兰县 中国台湾女演员歌手 2000年 林依晨参加台北捷运报 举办的第一届 捷运超美少女比赛 并获得冠军 2001年 她考入国立政治大学 韩文系 其后续陆续参加 MV以及广告的拍摄 2002年 因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作品 18岁的约定 正式出道 2004年 凭借个人大营舞处女作 飞跃琴海 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2006年 因主演古装神话爱情剧 天外飞仙 而成功进军内地市场 2008年 凭偶像剧恶作剧之吻 获得金钟奖戏剧类 最佳女主角 成为偶像剧史上 折柜金钟时候的第一人 偷偷把我的梦看成 借借把我的心打翻 安打我每个期待 没有遇见以为很难 跟你遇见才明白 爱跟因为所以无关 怎么办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欢 好多的快乐就像一番般 在我们两个人的手中 一个一个紧续打开 天眼里有片热带的海 接近无限的烂让我离不开 让我离不开 你给我无止境的依赖 接近无限的爱让我好勇敢 让我好勇敢 敢把我印象害羞的心找出来 敢躺在你的胸口梦想一个未来 因为用水做的女生 都渴望奔向大海 林依晨工作时表现非常敬业 工作之余的她却十分低调 她产量不多 几乎是一年一步 即使当红丰厚 在她身上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 这种低调的性格 让她越来越走出指责 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23岁林依晨的事业全面开花 大家所熟悉的恶作剧之吻 正是在这一年所拍摄的 心中永远的香情与植树 每年必重温 除了依晨 再也没有见过 能把傻白甜演绎得 这么讨人喜欢的演员了 随后她再次与胡歌合作 拍摄了《射雕英雄传》 胡歌这样形容她 演戏是探索人性的过程 她是用生命在演戏 在这一场的时候 时间就像一把钥匙 锁住两个人的池 心痛你傻子 也好过跟晚场 在一起的自私 向爱是两个人 美好的旅行 泪水和小声 都紧收眼底 谢谢你给的爱 善要我难保护生命是真情 你去年以前曾经 分手失恋的人 各自的休息 伤心是联系 你却不见仅 就算没了缘分 代表为爱的能力 放手 是因为我真的 爱过你 林依晨的目标是张曼玉 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她的剧本永远比别人更丰富 花很多钱做很多笔记 她对角色细节的了解 每一个口气 她其实都做得很精准到位的 但是你知道那种东西 就有点是一个无形的力量 就是当我们看到 她这么认真的时候 会自我鞭策自己说 如果我们不够认真 那是不是有一点对不起她 把握生命中的每一次机会 认真努力地抓住她 所以她走到了现在 因为她爸爸妈妈和好 因为她弟弟也开了餐厅 在一起 怎能爱你 等待某天 一切都云淡风起 天涯尽头 我寂寂寞 我寂寞 悲喜 天上的雨 我寂寞 飞上哪里 我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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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一号 多年来形象轻轻 洁身自爱 私底下的她既是大学高材生 也热爱阅读 她看着大多与演艺圈无关的书本 可见其生活常识方面的 洗手多元化发展 生活中的里程随性 按自己的节奏生活 准备好了就付出拍戏 想休息时就在法国 过自己的小日子 在英国伦敦 读演学习表演的一年时光里 林依晨经常素颜出镜 和华人留学生 一起有欧洲的照片 娃娃领的她 看起来就像刚进校园的大学生 放缓了生活的节奏 让她重新找到真实的自己 白个白着群传有青春的季节 试过境迁后才发现 最美的梦都有你陪我实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